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购买的虚拟主机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运行环境 如果我们购买的是独立的服务器 它这个服务器上没有这个软件 需要我们自己去安装和配置 我们自己用的电脑 笔记本或者是台式机 Windows或者是Mac的 也可以安装环境 只不过自己的电脑 只能是自己看到前台和后台 如果把网站传到了虚拟主机上 访客们才能看得到网站前台 下面重点说一下中间那一层 中间层又分为三个小层 最下面橙色的是WordPress WordPress建立在主机环境之上 没有主机环境它不能运行 WordPress的主题和插件 又建立在WordPress之上 因为WordPress的主题和插件 是在WordPress里面安装的 WordPress每次只能运行一个主题 当然它也可以切换不同的主题 但是当前网站使用的主题只能是一个 WordPress可以同时使用多个插件 因为插件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里要注意 同类型的插件最好只启用一个 比如SEO插件有很多 我们用一个就好了 把其他的停掉 多了5亿 缓存插件也是 一个WordPress网站 最好只用一个缓存插件 多了它会冲突 就像我们电脑用的那个 助手管家之类的 留一个就可以了 上面那个紫色的是我们管理员的操作 有了WordPress 选好了主题和插件 我们就可以管理网站内容了 还可以定制修改主题 把主题改成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WordPress不仅可以做中文站 英文站 它对多语言网站支持的也很好 这是通过一个插件来实现的 可以做多语言网站 WordPress网站的前台文字和图片 都是用户自己发布的 你输入中文 它就显示中文 输入英文 就显示英文 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 WordPress后台管理界面 可以随意切换语言 因为它支持很多种语言 WordPress官方对多语言支持的很好 它自带了很多种语言 但国外的主题管理界面 一般都是英文的 我们可以通过软件 把它焊化成中文 把后台管理界面变成中文 WordPress主题 插件焊化教程 我们有这方面的课程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 WordPress自身经常会升级 主要是功能更新和安全更新 WordPress的主题和插件 也会不定期升级 升级方法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 升级方面的教程都是通用的 我们也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升级教程 升级之前别忘了先备份 这节课的内容先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见